美軍終於從阿富汗撤軍結束20年戰爭 阿富汗人是這樣慶祝的 數百名塔利班支持者 在阿富汗東南部霍斯特舉辦台關遊行 關卡上蓋著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國旗 還有北約旗幟 嘲諷西方狼狽撤軍 美軍的前腳剛走各地塔利班士兵 喜自自在社群媒體上不斷瘋狂PO開箱影片 炫耀收繳的美軍裝備 還在第二大城坎達哈舉辦軍事遊行 開著美軍留下來的裝甲戰鬥車 插上黑白塔利班旗幟 大批的支持者也跟著一路前進廣場 聆聽塔利班指揮官演說 而這幾天社群媒體上出現這段塔利班 一次成功駕駛美軍黑硬直升機 低空巡邏下面還吊著一個人的驚悚場面 美國共和黨議員克魯茲還轉發影片 說是一名為美軍效益的翻譯員 遭清算被塔利班吊死 但美聯社報導 男子是自願被吊掛 他是想在旗桿上掛上塔利班的旗子 塔利班目前正在收攏阿富汗的掌控權 接連攻破反塔利班的勢力據點 還宣稱已經包圍最後一座反抗軍的城市 塔利班聚集3號就要宣布新政府成立 這幾天不斷接受大陸央視專訪 一面洗白形象同時展現親中反美形象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